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集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急救教育 节目9 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正式出炉 这文件给咱国人健康划定的一个路线图 提出了未来20年要实现的硬目标 其中一项针对中小学生的内容是引发关注 这文件就提出要把健康知识急救知识 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录到学生的考试内容 还要把对这些知识的掌握程度 作为学生的考核指标 那很多人就表示知识 说这个急救知识本就应该成为必备技能 平日里大家会碰到一些急救的情况 像心脏骤停 吃东西被呛到 流血的需要包扎 很多时候这些个状况 是发生在医院之外的 根本就来不及求医 而急救是有黄金时间的 就拿这个心脏骤停来说吧 心脏如果停止跳动 在四分钟之内获得救治 那成功率就有50%以上 那在六分钟之内救治呢 成功率就降为10% 而延长到十分钟才得到救治 那么成活率只有1% 可以说呀 时间就是生命 如果咱们能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 能及时进行心肺复苏 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救人性命 可是除了专业的医生掌握急救技能的 还是太少了 原因呢 就是没有相关的专业培训 根据统计 咱们这急救培训的普及率呢 居然都还不到1% 最近 一段国外学生急救视频 在网上热传 一名中学生吃东西被呛到了 这个时候啊 他的小伙伴 立即用海姆利克急救法帮他来按压 直到把卡住的东西呢 给吐出来 事后救人男孩就说了 我只是做了平时在学校练习的内容 如果咱们也把急救知识 纳录到中小学的内容 能教会孩子们如何自救 就能形成一个互救的范围 这对普及全民急救知识 具有基础性意义 急救从娃娃抓起 要我说 这样的生命教育 那也是当务之急啊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咱们来说一说AI打假 前面就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和国内某奢侈品电商 宣布要共建联合实验室 来共同探索智能鉴定业务 让人工智能在线鉴定 什么鞋子 和人眼识别假或比呢 这AI在鉴定的什么强度啊效率上啊 都有很突出的表现 举个例子啊 一位资深的这个建包包的专家呀 他工作一天只能鉴定五六个包 而让AI上场鉴定一个包 几分钟堪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由于目前还是一个研发初期 那样品数据呢还不够多 人工智能在鉴定的时候 还得和人类专家来配合啊 让人类和AI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 AI打假不光应用在奢侈品鉴定上 在鉴别网络假消息方面 那也是人类的得力助手 有数据显示 一家大型资讯平台 每天发布的消息数量啊 都在五十万条以上 那要从N个平台千百万条消息里呢 给它选出什么谣言呢 那我就无异于啊 是大海捞针 一旦有了这个AI帮手的效率呢 就称称称往上涨 我们就拿中科院计算所来说啊 他们开发出了一个AIPL平台 通过抓取数据 深度学习 人已经能够成功的捕捉到数万条假消息 还总结出了一些假消息的套路 什么他们的选题啊 一般都集中在热点事件 文字表达比较激烈 具有煽动性 还有啊 假消息配图 视觉冲击力一般比较强 大伙在网上看新闻的时候呢 就可以利用AI提供的打假窍门 避免上当受骗 有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啊 当真相在穿鞋的时候 谎言已经跑遍全城 咱们就希望 有了这AI打假 谎言再无立足之地了 好 接下来是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天上掉下免费ETC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规定 从7月份起啊 全国实施ETC车载设备免费安装 力求啊 到年底 这ETC安装力呢 要超过80% 目前国内汽车保有量是2亿多 要达到这个目标 那ETC安装量呢 将至少超过一亿量 在庞大的市场和政策的推动下 那各地就掀起了一股 ETC安装热 不仅银行 也包括这个微信支付宝 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啊 也纷纷入场啊 抢夺市场 以前办ETC呢 得要花钱 现在啊 免费啊 而且呢 还有优惠呢 给你送小礼品啊 送充值啊 还给你打折啊 免费安装通行费9.5折 还有加油力减50等等 此前 国务院发文 将在两年之内 取消高速公路的省界收费站 但取消收费站 并不是说就不收费啊 而是用不停车快捷收费系统 也就是用ETC来取代人工收费 普及ETC 好处呢 是很明显啊 有利于提升通行的效率 不用排队啊 目前我国 ETC通行率呢 还只有30%左右啊 简单的说啊 就是高速上 每三辆车 只有一辆装了ETC 其他两辆车呢 都是要走这个人工啊 收费的通道 由于人工收费速度呢 就比较慢 会导致高峰期啊 收费站拥堵 人工收费时代 通行费 由人 收费员来收款 汇总之后呢 再送往银行 自打用了ETC呢 就可以直接在后台来结算 更为重要的 这ETC普及之后啊 可以实现一脚油门踩到底 线上支付系统和线下通行系统 打通了 这ETC呢 将在更多的场景来得到应用 你比如停车场 就可以用这个ETC系统啊 ETC普及 那也是交通效率的一次提速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周刊文章标题 高校的网课到底谁在听 很多高校啊 都开了这个线上网课啊 这个学生呢 只需要在网上听课考试 然后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 线上课程 目的是为学生自主学习 提供一个便利 根据这个统计啊 目前在网上获得学分的大学生 超过了1100万人次 杂志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啊 说这个电脑屏幕这一端呢 另一端呢 真的是大学生在听课吗 每到考试节点 校园里呢 有一项业务啊 特别火爆 什么业务呢 网课带刷 就刷课带里啊 人家还有广告呢 叫专业刷网课 分数95加 组团更优惠 你只需要花个十几块钱 给对方提供账号和密码 就能够享受到 带刷网课一条龙服务 啥也不用听 就能轻轻松松 拿学分 这些带刷团队啊 甚至有专门的平台 可以将全国高校的网课 给他一网打尽 针对监管比较严格的高校 这些人呢 甚至会单独开发一款软件 以防被发现 有代理就说了 刷课的旺季啊 每天都能接到五六百个单子 都是刷线上选修课的 高校线上课程种类是很多 但某些学生呢 懒啊 他有时间 念去刷剧啊 去玩游戏啊 也不愿意去听课 于是呢 带刷网课业务 就有了市场 高校也曾经进行过 认真的查处 之前 林医大学物流学院 就对三百多名学生的 刷课行为啊 进行了通报批评 但刷课之风 没有能遏制住 有人就说了啊 网课带刷现象 给高校提出了一个 更高的要求 应该从技术和管理 等等方面 来做好监督工作 不过呢 有学生就吐槽啊 说很多网课啊 太机械了 老师表情僵硬 就在那里念课本 念台词 根本就听不下去 所以要我说啊 针对网络课程 高校咱除了加强监管呢 还得要想办法 提高课程的质量 网络课程 也要网助学生的兴趣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英国伦敦 一年一度的天鹅普查 拉开帷幕 给天鹅称体重 量增长 来检查他们身上 是否有伤 给每只天鹅呢 带上编号的脚环 天鹅普查 一只都别想跑 国外一个摄影师 发明了世界上 最小的取景相机 它像是一个立方体 编程呢 却只有25毫米 别看这相机小啊 但功能齐全 拍照完全没问题 套用那句话 相机不再大 能用就行 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有一句广告语啊 咱们都听过 叫钻石横九远 一颗永流传 这广告语啊 让钻石呢 成了爱情的代名词 结婚的时候 钻石戒指 那是必不可少啊 不过呢 随着人们婚恋观念的 越来越多元化 这晚婚呢 不婚的人呢 就争多了 再加上这些年 离婚率呢 还逐渐上升了 于是 珠宝商这个营销的策略 也悄悄发生了一些改变 钻石珠宝 不再是送给爱人的专属 也可以送朋友 送父母 甚至啊 送自己 这样的字眼 就越来越多的 出现到了广告当中 全球最大的钻石生产商 做了一个调查 结果显示啊 78%的钻石珠宝首饰呢 被女性买走 这就大大颠覆了人们既往的印象 那以前呢 钻石之类的首饰 多半都是男生买来送给女生的 可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女生选择呢 自己买给自己 在咱们这呢 也有这么一个趋势啊 调查就显示 中国有超过30%的钻石啊 贵重的珠宝啊 是发生在非婚恋的场景下 其中呢 超过四成被买来作为生日正礼 揭持下来 是西方情人节啊 中国七夕情人节啊 在这两个情人节购买的 也并非全是因为爱情 有的是送闺蜜 表达友谊 有的是送给妈妈 表达感恩 还有的呢 单身女性自我靠劳 虽然中国女性自费购买 钻石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但调查还是显示啊 钻石仍然是女生 最想收到的礼物 你看啊 一边她愿意自掏腰包 另一边呢 又渴望收到钻戒 由此可见呢 钻石亦德 真爱难寻 不过呢 再怎么难寻 也不能阻挡人们内心深处 对真爱的向往啊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方便面除了吃还能干嘛 最近啊 照片上这位90后小伙子啊 他叫汪伟 他给出了一个答案 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多一点 这个浇水 坑有多大 拜多了方便面 咱不能浪费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挺不可思议的啊 只用一小撮这个方便面 竟然呢 就能把破洞桌子给补了 而且呢 不光是桌子 从陶瓷的洗手盆 到木制的桌椅板凳 再到坚硬的汽车保险杠 这汪伟啊 都能用它独门绝技 方便面 给它修复得完美如初 你可别看这个方便面是脆脆的啊 用它修补过的地方 那硬度呢 居然是原来的好几倍 有人特地用锤子啊 给它敲了一下 梦锤一顿之后 没修过的地方 变形了 修复过的地方啊 完好如初 这么一项神奇的修复技能 让汪伟就圈粉无数 有网友说了 看了他这个用方便面绣东西啊 觉得自己吃面都是浪费 还有国外的粉丝 更把他这个技能 称为古老的东方秘书 说起来啊 家具修复 的确呢 是咱们这的一项传统的技术 一般就是用木粉来填充 再用特制胶水给它加固 你可别看这汪伟90小伙子 他录这行 已经有八个年头了 算得上是半个老师傅了 但他呢 不守旧 特别喜欢尝试创新 尝试一些新的修复技巧 有一天 他吃方便面 就突然灵感一动啊 说这个木粉是粉末 方便面碾碎了也是粉末 效果会不会也一样呢 就这样 方便面修复法 诞生了 另外还有什么洗衣粉啊 饼干墨呀 纸巾啊 在他的神迹之下 也都成了修复神器 王伟就说了啊 每一个等待修复的物品的背后 都有一段故事 他就希望用特殊的方式 让那故事呢 更完整 要我说 方便面修复家具 这也是一种 点面成精啊 好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 拿铁女孩 很多女生约这个闺蜜出门啊 都是一块逛街啊 聊八卦呀 然后呢 到咖啡厅 点一杯拿铁 美美的自拍几张 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但他们今天要说到的 拿铁女孩画风 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喜欢的拿铁 不是在咖啡厅 而是在健身房里 拿货增价实的铁 那么举举哑铃 拉拉双杠 推推杠铃 他们就觉得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逛吃逛吃上 还不如花时间拿铁锻炼 炼掉身上的坠肉 炼出一个马甲线 让自己更瘦 更美 更自信 要不说拿铁女孩 这种向上的生活姿态 很可可 好 继续回来 最近长安十二十城 那是火到不行啊 剧中 静安司利用大岸读数来选人 其实呢 这个大岸读数啊 用现在的话说 那就是大数据 这不在剧外 一份来自多个APP的大数据报告 这成了现代大岸读数 告诉你长安十二十城背后的故事 那首先第一个数据呢 来自某视频网站 作为一部悬疑剧 追剧的主力 居然呢 不是男的 而是女生 数据显示 追剧观众 近六成为女生 其中超过半数啊 都是90后的 他们最喜欢看的呢 是易烊千玺和雷家英的 毕竟组合 只要他两人有对手戏啊 总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那接着来说这个第二个数据 它来自某外卖平台 剧中美食 什么火精柿子啊 水盆羊肉啊 薄荷叶啊 都火到剧外了 数据显示 全国水盆羊肉订单量 环比增长了百分之一十几 北京环比增数呢 是全国最高的 达到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多 上海呢 是百分之六十多 位居全国第二 此外 由于没有到吃这个柿子的季节 由火精柿子制作的这个 黄桂柿子饼 就成了吃货的目标 数据显示 黄桂柿子饼啊 在西安的外卖订单量 环比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多 不得不感叹呢 吃货力量大呀 要我说 爆款剧衍生出另外一个爆款 这就是一句得到鸡犬升天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呢 是天下言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 第二 joke 席